江山代有才人出 一代新人换旧人 NBA能够牢牢成为全世界最棒的篮球联赛 正是凭借一批又一批的超级巨星 过去的NBA历史中 从86一代乔丹与奥拉朱万的绝代双交 到科比埃弗森等人进入联盟 他们成为了著名的96黄金一代 时光列车到达21世纪 从詹姆斯韦德领衔的03一代开始 到库里哈登领衔的09白金一代老去 现在的联盟竟开始属于年轻人 但这一次的一代新人 则是另一种形式的93枪 状元西安从出现在公众视野中开始 他就被媒体誉为下一个詹姆斯 从高中时代开始 他就能在球场上肆意挥洒自己的天赋 各种飞天暴扣 三分出手后仍能盖冒 但在进入NBA后 他始终饱受伤病困扰 尽管首个完整赛期 他就能入选全明星 然后每场比赛都用恐怖的篮下效率 轰下两双 可每当球队最需要他的时候 他总是会缺席 现在场外的陶色新闻也找到了他 新的时间管理大师正式上线 防眼莫兰特高中时代的他 不显山不漏水 到大学开始崭露头角 进入NBA后 凭借着劲爆的打法和夸张的球风 迅速成为了联盟的当红炸子鸡 然而他疯狂的性格树敌太多 加上与场外的黑帮朋友频繁相处 他最终倒在了多次漏腔的丑闻下 成为众人嘲笑的圣枪游侠 炭华巴雷特 这是一个名字就透露着实力的球员 他从小就牢牢占据着同届球员的第一位 直到胖腐的横空出世 进入大学后表现越打越差 一路跌到了第三顺位 然后来到了纽约尼克斯 粗糙的技术身体天赋也不够出色 这些都让他深陷了球迷的怀疑中 尽管之后的生涯有所进步 但整体来说 他仍没有达到自己应有的预期 成为了一杆哑火的巴雷特 对于曾经的期待而言 这不是他们应该有的样子 希望他们能够尽快解决问题 然后蜕变为真正的193枪 感谢观看